为什么韩国人腌的辣白菜那么的清脆爽口 好吃又解腻呢 其实做法一点都不难 看一遍就能全会 那是真相 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 咱们今天做一个先吃先拌的 从中间给它剔开 然后用手给它撕成大块 用手撕的白菜口感更要好一些 撒上一大把的精盐 给它翻拌均匀 腌制两个小时以上 你看看是不是撒出了很多的水分 这个时候加入清水 洗不行啊 得泡 药原特别咸 把这个盐分给它泡淡之后 撞干水分 准备一把韭菜给它切成小段 圆筹切成细色 再准备三个小白梨 给它切成厚一点的片 家们咱们这大白菜口 用盐煮完之后了 得泡 不能洗 瓜洗不行 洗 不掉它的盐子 你给它泡上 这样吃的不会很咸 每天就用心的叫韭菜 有的时候它就给它点了 有的时候大家伸接哈 万事如意 把所有的配料 咱们给它放在白菜里 加一袋这个 调制好的辣白菜调味酱 其他的什么调的都不需要放了 再加咱们可以做各种的高粒咸菜 19块就两大包 真的很划算 用左手给它抓拌均匀 然后放在冰箱冷藏 两个小时以后 即可开始 清脆又爽口 那是真相啊 喜欢的老铁赶紧做起来吧